本節目 不對不特定人 推介任何股票 好 這我每天都在強調 我所講的股票 是我慧眼手中的股票 那我都把股名代號都遮起來 都把它塗掉了 所以你們不要去找 因為你不是我的慧眼 風險自負 因為我不推介 好 那台股今天反彈 我們看這裡 最後一盤 台股最高反彈207點 好 最後一盤106 1.25的時候106 然後試抽合 1.5跳出來是跌的 那我們再去找 到底是誰讓它跌下來的 好 我們看 第一個 曾經是股王的系列 你看 殺7塊錢 好 蓮花科 殺4塊錢 好 金利科 殺4塊半 我要告訴各位的就是 這叫空頭市場 有人會利用反彈的時候 趕快砍 趕快跑 那為什麼是空頭 我講過很多遍了 來 我再看一遍來 這是大盤 你看到的是大盤 歷史高點一月初 18619 好 18619對下來 台幣 27.515 台幣 27.515 好 台股 歷史最高點的時候 台幣是27.515 好 那台幣 這昨天喔 那我們看今天喔 來 來看台幣是今天 台幣今天已經來到了29.24最高 29.24喔 好 看回來 29.24當然比昨天高啊 最高點 那 好 回頭看喔 台股16162的時候 台幣是28.157 好 台幣升值 台股漲 從16162漲到18619 你再看得出來嘛 漲了2500點嘛 對不對 16162漲到162漲了2500點 好 台幣從28.157 升值到27.515 所以台幣升值 股市漲正常 好 那現在台幣 已經從27.515 貶值超過29.218喔 看到喔 啊 理論上台股 應該要低於16162啊 啊 今天還在16926 16926當然比這裡多了700多點 可是這不可怕啊 有人認為說 1616就算破了也 不到1000點嘛 對不對 可是不是喔 來 我們來看桌線 桌線 好 18619對下來就是27515 台股的最高點相對的 也就是幾乎是台幣 我們叫升值升到最高點 好 那現在台幣在這個位置喔 好 我們來看 好 我們來看 當時最高台幣貶值到29.22的時候 台股是12149 12149喔 那我們看 再看電腦一次 今天貶值已經貶到了29.24 看到喔 29.24 看到喔 29.24 好 那29.24比這個29.22還要貶值 還要多啊 可是當時的台股是12149 那我請問你 你看這裡會不會可怕 那18619這裡是12100點 這樣算下來是6500點喔 如果台股跟著台幣貶值升值的賣動 升值的時候台股漲合理啊 可是台幣現在貶下來已經貶到了 當時台股12419的位置29.22 好 那台幣 台股會不會跌到這裡 這不是重點啊 就算會跌到這裡也是很久以後的事啊 但是有一個叫方向 那叫方向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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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車明明在那邊落浪 啊 你要去拖 你拖在上面嗎 火車明明要往南走了 南下了 你要讓他北上你去拖他 你有夠力嗎 我問你這個問題就好了 再看一遍 台股现在还在16958 可是台币已经贬到了台股 当时台股12149的位置 也就是从1869 以今天来讲 16958 离12149有多少点 有4800点 也就是假设要跟台币一步一期 台股应该再跌4800 那会不会跌 不是我的重点 而是我问你 你不要侥幸 你要去冒险 谁也没办法 对不对 股票市场输 输在哪里 输在 有人认为我跌深了 去抢反弹 通常我们说 新手怕急跌 老手怕反弹 为什么 有时候会把腰部当底部 这跌下来以后 反弹认为已经到底了 那你把腰部以为是底部 结果你进去 还有更深 好 再来就是我们的股票 来 我为什么要讲我们的股票 我们今天我们的股票 非常的热闹 来 4月19号 今天开盘开230 最低达到209 最低达到209 我们从1月4号开始看起 1月4号 各位 这是今年的 今年1月4号 这里叫757 说77 好 那RSI 我也告诉你RSI背离 今天 其实今天RSI有一点点背离了 好 又会可能会回到1月4号这个位置 那会不会来 我们再拭目以待 好 这1月4号 77块 2月9号 131.5 好 那给各位看1月4号在这个位置 看到 1月4号在这里 1月4号在这里 2月9号 131.5在这里 当时最高166 好 再来 3月8号 这里叫1月 叫2月9号 这里叫1月4号 好 3月1号在这里 3月8号在这里 130.5 好 再来 这一段一段 这里是1月4号 好 这里是2月9号 这里是3月1号 好 这是4月12号 好 那我为什么画一个W型 其实它是ABC修正坡 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 好 也就是我画的ABC修正坡 我为什么要画这个 我们从桌线来讲 因为股票市场 最重要你要跟着它的脉动 好 这是3月11号 也就是3月8号这里 130.5 好 要给各位看 130.5这里 好 130.5就这里 那因为它是桌线 那我也讲得很清楚 它是 来 挂牌的时候 最高107 走了4年半的大敌 好 1月24号 都还没有过107号 1月24都还没有过107号 这桌线 好 你刚看到的这里是 桌线 这里 这个位置 就这里 3月8号 好 这里是多少 3月8号在这里 看到 在这里 好 各位 这个叫1月4号 我刚刚讲这1月4号在这里 是这个位置 1月4号 好 那因为桌线 然后当它突破107的时候 它会怎样 107突破以后 它攻了12345个礼拜 攻了5个礼拜 最高涨到185 85.5 也就是它突破了107 好 它突破107 所以最高来到185.5 那通常走了4年半的大底 它突破 它就是出生段 可是出生段 你要去确认它是出生段 一定要再突破185.5 才会知道是出生段 好 然后呢 当然 你看到这里130.5 好 然后它涨了123 三个礼拜果然突破了185.5 那当时我为什么讲得很轻 我说 这档股票 它出生段12345 走5个礼拜 很简单 非常简单 它修正三个礼拜 也很简单 我说未来如果走主生段 会不会很复杂 那我说复杂 你看果然复杂嘛 涨了一个三个礼拜 开始一黑 一红 这个礼拜是黑 好 那注意看 它从这里涨到这个位置 涨了110块 这里涨了110块 这里涨了121 我也提醒说 假设是出生段 121应该不够 因为110是 110是出生段 那只涨121等才1.1倍 它就不具备主生段的条件 那主生段一定会超过 应该是最低也要1.382 或1.618 那会不会来 未来来验证 那可是 出生段很简单啊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 主生段一定很复杂 当然 今天就很复杂了 为什么今天很复杂 我们看今天 今天就非常的复杂了 开盘230最低打到209最低打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然后就拉上去 这段时间 今天有点出量 但是它的量都还在合理换围 什么叫合理换围 因为只有9493张 它最大量的时候在这个位置 最大量在这个位置 这里是15000张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会员讲说 如果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卖点 就是不管是卖点 或是说有余力的点 也就是它的成交量超过15000张 因为它的股本是183956张 18亿多 所以它要突破15000张 就大概要到18500张 就爆大了 我们就爆大量 可是今天只有9493张 也就是这个量 还比当时起占点的量还小 好 那今天 一定有人觉得 今天量到底是谁买走了 来 我们来看 要看谁买走 对不对 这一定有人买 有人卖 来 看这里 好 这今天 盐大买了853张 卖了923张 好 注意看 凯基 买了750张 卖了363张 你看到这个事故事 你看到发现什么 被特定人接走 对不对 如果我们叫做散户卖的话 假设是散户卖 就没有最大量的买盘 就是平均都是卖 平均 几乎每一家建商都是卖超 那才是 才真是散户丢给散户 可是如果散户丢给 因为有人特定人接走 那就不一样 来 注意看 今天凯基总共是买了750张 卖了363张 也是他买了387张 请问你看下来 有谁买387张的 没有啊 对不对 有风筋买卖 有没有人卖超过387张的 没有啊 因为盐大买853卖923 几十张而已嘛 差几十张嘛 可是凯基就买了380几张 往下都没有人卖超过300多张的 你看这买140几卖420几 这也都没有超过凯基 所以也就代表说 今天有人利用消息面 那那个消息 就以前的消息啊 我昨天讲过 有很多 我用笔意嘛 请问林志玲跟如花 你会去批评如花吗 这股票 股票很烂的股票 你会批评他吗 那股票就真买了 你跟他说也没效 不用减的 那就是烂股票 可是林志玲很漂亮啊 他稍微讲一句话不对 或是一个动作 挖个鼻孔 可能都不得了 这个就 这股票至少就这样子啊 越好的股票 人家越会找他的毛病 对不对 好 那 这种就这种没有啊 我就 我常常拿这一张 给各位去看 各位 你开始再去想一下 我为什么在礼拜五 我为什么在礼拜五 我应该把我的 那个节目再调出来 给各位看 为什么在礼拜五的时候 我讲过很重要的几句话 礼拜五 礼拜五是4月15号嘛 对不对 可以放啊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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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确认告诉各位 因为我不推借嘛 再来 1445 只有四张 好来 看一下啊 今天收2445代表什么意思 这礼拜五 今天收2445代表什么意思 我问你啊 什么意思嘛 如果有这些高费人 所有人都赚钱 任何人都赚钱啦 没有人赚钱 没有人赚钱 而且都大赚 好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很确认告诉各位 因为我不推借 再来因为 好 你有看到哦 这是4月15号 它4月15号是 来 4月15号是在这里哦 创新高 我说所有人都赚钱哦 你们不要去买 因为这种股票 特定的股票哦 因为我不推借 这是我会人的股票 而且它创新高的时候 你看我在电视 就在这个位置 我就直接讲 大家都赚钱了 上个礼拜五 你们千万不要去买 好 那 你们要去买 那你们要自担风险 我这个一定不推荐 你看我都把股票 事目涂起来 盖起来 好 那 我最后一个 我最后一个观念嘛 来看这里 这是理财周刊 3月24号 好 那我常常用这一张 用最后 最后这一页 怎样给各位看 来 我说 这总经理吧 这公司的车类 你看 糖分值疫苗部分 在广孝新冠肺炎疫苗部分 也就是所谓CHOVS 那 它比市面上高出的疫苗 高出甚多甚多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疫苗 不管你是 mRNA也好 或是赤蛋白也好 或是腺病毒也好 都不管 但是最重要是 它告诉你 它比市面上既有的疫苗 高出甚多 这才是重点 再来 好 它说未来会跟西根 就是西雅图 西雅图遗传学 或者像力旺 我们先看西雅图遗传学 好 西雅图遗传学 这一家公司 以今天早上的收盘 是265.4亿美金 市值 可是这一家公司 今天收盘211.5 乘以它的股本 也才13.3亿美金 我这里写一个潜在价值 34.2亿美金 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这是2015 他说三年内会 要等会 升级就要期限超过千亿 这2015 现在已经过了7年了 那会不会来 重点是 在7年前 等于6年前 7年前 他就告诉你 未来有机会超过千亿 那已经过了7年了 你是不是想说 千亿的意思就是台币 一千亿就是美金34.2亿 可是今天他才13.3亿美金 也就是他未来 还要再涨2.5倍 才有可能符合34.2亿美金 可是公司的总经理认为 未来 我讲未来 我一直喜欢讲未来 我希望投资你不要去解读 我的意思有人讲 老师你说你的 你说你的1千 你说他2千5 2千5 搞不好你们孙子哪一孙会来 你孙子的时候 它是个长线 老师你说他1千 老师你说他2千5 不是我讲的 我只是拿这个给你看 好 那7亿 7亿是 各位你知道吗 7亿的市值是 这家广效疫苗的几倍 等于20倍 如果20倍已经来讲 我说他如果吸梗比他要4千块 我说他要4千 你不要讲说 谢老师你说他也4千 我当然希望4千 可是他也不是一天 也不是一个礼拜 而且你要看他到时候 他的授钱金有多大 所以他才讲说 未来有机会向3529 取得授钱 那3529 请问 我们来看3529 3529在这里 这里是101年 现在已经过了 现在110 他已经过了10年 他从141 过了10年到2520 10年 那是10年的时间 你不能 有些投资人 很可爱 打电话来公司 你老师说 这支股票的1千 你要把整段话都全部讲 你老师说这支股票的1千 然后要看他的授钱张力有多大 然后要看他到时候 是哪一年会来 你要把全部都讲出来 不要只是打电话 你老师说的1千 你老师说的4千 你说黄公大陆 你说50年 对不对 你讲黄公大陆不是讲50年吗 所以我说 有些东西 你要看他是 什么时间 看张力有多大 所以今天就很精彩 我说今天很精彩 是什么精彩 请问今天粗量 其实量也还好9千多张 粗量 结果又压下来了 压下来我刚刚给各位看 谁买走 我现在告诉你谁买走 那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我说为什么粗生都很简单 我已经 来 我在3年1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在3年1号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说他未来会非常的复杂 复杂 复杂 结果没有人理我 来 是不是 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说他也会很复杂 来 这是日线 好 那等一下我再讲 因为这是日线 周线 我说大底完成一个粗生段 再来组生段 他要怎么走 这才是重点 等一下我们讲 如果你有这档股票的 我相信你们今天一定 心里很不适 感觉会很无助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过去的新闻 过去的新闻 拿到现在来讲给你听 你就会怕 那我也把这个最新 这是最新的3月23号最新的 公司总经理讲的话 你总要 因为我问你好了 一家公司谁在经营 总经理 还是 还是报社在经营 写报纸的在影响这档股票 他只是想影响 他影响的目的在哪里 我今天告诉你 有人买走了 对这家公司最了解的 就是总经理 而且我说他是中研链 把中研链终身值辞掉 来做总经理 中研链终身值 我说那个薪水跟部长差不多 你可以领到没有呼吸 对不对 你90岁还是可以领 还可以做研究院事 好那等一下我们讲 如何操作 你有这档股票的 因为你不是我的会 你当然今天就怕 想办法打电话来参加会 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 再强调一遍 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 推荐任何股票 我所讲的广效疫苗 气团化广效疫苗 它是我会很守着的股票 我已经尽力的 把他的股名跟代表 全部都遮掉了 你们去找赚钱跟赔钱 你们自己负责 因为我们不推荐 好 那我们来看他 总经理来 我说总经理的逻辑 你要去了解这家公司的脉动 好 他也告诉你 他未来要走吸梗 跟力旺的模式 那未来既然是未来 这个是10年来 10年来力旺的走势 从挂牌最高141 涨到2520 那当然这家公司 各位 这家公司当然来 这家公司从挂牌 最高100 107 最高107 那我们来看他的桌线 我说他在这里 简单的五坡 简单的五个礼拜上涨 我说出生段如果简单 未来会很复杂 因为五个礼拜上涨 三个礼拜修正 那有没有复杂 来 果然很复杂 他不是五个礼拜上去 来 来到这个位置 休息 上个礼拜涨 这个礼拜往下压 那往下压 好 各位去了解 我说总经理在这里卖股票 好 166号成交多少 成交是198块 711张我也给各位看过 很多遍了 我们再看一遍 710张198 好 拉近 总经理711张 好 谁买走 711张在这里 好 看到谁买走 这不用我讲 就在这里 好 这是谁 你们自己看 好 那买走了以后 我说他很复杂 会不会有人 来 我说在这里 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机会点 把它压下来 利用消息一边 去把它压下来 为什么 会不会是我们再来追踪 最重要是今天 来 我们看今天 这今天 到底是谁卖谁买 结果有一家最大买家 他叫凯基 买了多少 买750 卖360 也就是他卖了387张 请问这里面有谁卖387张的 有没有人超过卖300张的 没有建商 他就单一建商买了387张 那当然就散户卖给他的 散户丢给大户 那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你有这档股票的 你没有参加我的会 你一定会怕 你来参加我的会 过程你就不用紧张 赏到尾都是我们的 打电话来参加会 免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呼呼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因此付投资风险 就